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开课平台新功能 在前台这边我们到首页来看一下 目前这个开课平台里面有六门课程 那如果有学员进去看课程的话 管理员到底知不知道他有没有来看课程呢 这个之前有很多学员问过这个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功能 就是这个统计筛选器 到后台的统计筛选器就可以看到 这边的筛选可以列出你是哪一个课程 然后这边可以去选择哪一个课程 或者是选择哪一个用户 还有他的这个状态是未开始进行中 或者是已完成 那如果你都不选择的话呢 我们这边就会直接列出来最近登录的学员 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出这个学员的账号 然后他看了哪一个课程 然后结果是他看了18个课程 总共有60个课程 那他在什么时候 这边有4月22号21.95分上线的 这边可以看得到 然后CAN这个人是从4月21号 所以这边都可以直接看出来 每一个人的最近的状态 进来看课程的状态 那如果我们这边来选择课程 比如说这个课程 然后我们选择 选择CAN好了 然后按一下筛选 我们就会把CAN所有进来看的 比如说4月9号 这边全部列出来 针对CAN这个人进来看课程的时间 这边可以持续翻页 一直翻到最后一页这边 比如说这边总共列出CAN在看的这个课程里面的所有记录 这是最早在12月2号的时候来看的 完成一课 这是当天做的事情 然后这边会显示这一个课程里面 目前总共几个学员 这个是整个开课平台 就是这个网站里面总共140个学员 然后里面总共有6个课程 没有错 这边前台目前显示6个课程 所以有了这个统计数据的时候就很方便 然后这边还可以去汇出CSV档案 或者是把测验的功能汇出去 那这边是代审作业 就是如果你有开放让学员去上传作业的话 那讲师那个管理员还没有去审核的话 这边会列出来 如果审核过了 像这个都已经全部审核完毕 或者是你没有出作业的话 这边都是零 然后代审论文就是测验的功能 我们之前有讲过 测验的功能里面有一个论文的功能 就是让学员递交论文 然后讲师或管理员可以在后台去审核他的论文评分 那这边代表没有都已经审核过了 或者是你没有出论文的测验题 这边就显示0 然后你这边如果筛选完毕之后 这边就会有显示出他的进行中 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小于20%是这个颜色 就是进度表 然后这边就显示 看你这一个人呢 目前看了这个课程看了9%了 所以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可以知道有谁进来看 然后看了什么章节 然后看了多久 那前台这个有同学问到说 那这边的百分比进度是什么 这个百分比进度是针对每一个人会显示不同 比如说你现在 我现在这个我是管理用我的账号 让我登录进来之后 我可以看到我自己的这门课程 我看了50% 然后这门课程我们全部看完了 所以完成100% 那另外一个学员他登录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数字是他自己的 跟我的就不会一样 所以这个是登录之后 这个才会显示出他的百分比 所以我们这个开课平台 功能真的是越来越完整 越来越专业了 那只要您是架式这个开课平台的会员 我们这边都会直接送您多个电子邮件账号 比如说我这个是contentismoney.com 然后我的管理员 我就可以去设定service 这个账号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我们会开账号给你 然后小老鼠后面就是你自己的domain name contentismoney.com 就是专属你的域名的电子邮件 然后你这个系统发送的每一封信件 到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记录 就是什么时间点 然后系统发出去 然后状态是什么 是不是已发送 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您希望在网络上开课 然后可以让你的学员普及到全世界的话 强烈建议你赶快在线上销售你的知识 就是销售你的专业 那我们现在呢 除了帮你架设这个开课平台之外 还赠送了非常齐全的课程 比如说你到这个注册域名 然后我们帮你建立这个电子邮件账号 还有你到后台怎么去修改这个logo 像左边这边怎么去修改logo 怎么去新增课程 怎么去新增章节 怎么样锁定的观看的权限 然后怎么样去购买影片的平台 然后插入到你自己的线上开课平台里面去 怎么样保护你的影片不被下载 然后怎么样在章节中插入标题 还有单元怎么去新增 那如果说它不是用自动线上刷卡 或是ATM汇款的话 你怎么样用手动的方式去开启它的权限 如果它是直接在线上刷卡 或者是直接ATM 那这个权限会自动帮它打开 等于说你就算你在睡觉也没有关系 访客它直接刷卡或ATM入账之后 系统就会自动帮它开启权限 它就可以自己登录观看课程了 所以你完全不用介入全自动的销售 然后客户怎么样在线上购买这个流程 也有在这边做说明 还有怎么去新增商品 然后绑定这个课程 怎么样上架PDF 你也可以去销售PDF的电子书 不只是这个影片课程而已 你还可以卖PDF这种电子档 甚至说你要驾设购物车去卖实体商品 这也是OK的 然后你也可以去上传作业或审核 然后还可以去发放节约证书 然后测验的功能它有分八大提醒 这个我们之前影片有免费给大家看 这边有免费试看章节 也可以进来看一下 然后怎么去新增测验的题目示范 单选题或副选题 这边八大提醒 我们这边有示范的目前示范六种提醒 另外最后两种提醒比较少用 那我们之后也会把它新增上去 比较复杂的一点点 然后还有影片制作方法这很重要 然后这边有教你怎么用OBS免费录影软体 去录制你的课程 然后这边也有教你怎么样去用逻辑的webcam 然后这边还有教你 建议你去买这个Samsung的电脑式麦克风 真的这个两千多块而已 但是它的品质真的是媲免那个六千到八千的那种麦克风 然后我会告诉你用电脑录影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然后我还会教你手机录影和大字报的搭配 所谓的大字报现在都是电子式的大字报 就是提词机或者是读稿机 然后我们有讲到如何用免费的提词机或是免费的读稿机 让你录影更顺畅 然后我还要告诉你怎么用免费的电脑读稿机的软体 到哪边去下载这个软体 然后我还会教你说怎么用免费的手机影片去剪辑APP的教学 还有就是教你单眼相机录影的七大条件怎么去做使用 还有告诉你怎么去使用这个高级的迷你读稿机 非常的便宜但是非常的好用 而且还有方便遙控器可以去做使用 然后还会教你怎么样录制出像这种 因为免费的软体就可以录制像这种有一个圆形的头像 再来讲到非常专业的CAMTESHA这一套剪辑软体 它和一般的剪辑软体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可以录制电脑桌面 而且它有很多动画效果是专门针对这种教学影片来做的设计 所以CAMTESHA这一套软体非常非常的知名 它在Mac电脑或者在Windows电脑通通支援 再来我们会讲到很重要的蓝星金流的申请和设定 然后怎么样把它串接到你的开课平台的网站上面 如何去申请开通刷卡的功能 还有怎么去提领到你自己的银行账户 把自己的这个现金提领到你自己银行账户里面来设定 这个是个人或者是企业都可以申请 那你只要有这个蓝星金流串接好之后 你就可以在开课平台里面 让你的客户直接在线上做刷卡的动作 你就直接收钱 然后收到钱之后呢 课程就自动开通 所以我们讲说全自动网络印钞机就是这么回事 它只要付款完毕 不管是ATM付款 只要透过蓝星金流去付款 然后刷卡付款都可以 系统就自动把课程开通 所以即使你在睡觉的时候 它都可以进到系统去看课程 好再来呢 大家最care的这个东西就是上字幕 上字幕有很快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就要Arctime上字幕的方法 或者是PyTranscriber 这有人工智慧上字幕的方法 或者是你在YouTube上面 你要把SRT的字幕上到YouTube 这个也是都有在这边做教学 好再来我们还有这边 教你怎么样去制作一个漂亮的销售页 你看这个网站呢 它里面有内建好多个 好多免费的范本 你直接选一个你喜欢的范本 所以就变成一个很漂亮的销售页 然后我们教你怎么样 仔细去修改每一个元件 每一个图文 好那是基本课程 方案1这个基本课程里面 就已经有超过57个 60个目前已经超过60个课程了 那你不用担心这个网站架不起来 因为网站是我们帮你架好的 然后主机也是我们帮你维护的 那我们这边之所以 会放这么多课程给你 主要就是希望你可以快速的去制作自己的课程 然后把这个网站改的美美的 改成你自己想要的效果 那因为网站是我们帮你架设好 然后主机也帮你维护 所以如果遇到问题的话 我们都可以当你的后备资源 你只要在做网站的过程中发现任何问题 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解决 那你最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如果去销售你的线上课程 而且我们还提供分析的方案 即使你是一般上班族 你一个月花个几千块钱 就可以把这个整个网站带回去 我们最多可以分到24期 或者是30期 那这个整个网站就是你的咯 赶快把你的专业知识卖到全世界吧 我是牛奶爸 如果你希望在线上赶快开课的话 欢迎跟我联络 谢谢 拜拜